这个游戏是默契问答 我们所有说的问题 都是跟你们六个人中 每一个人相关的知识点 你们认为这个知识点是对的 你们就用圈 错的就用插 答案必须一致且正确 一共六道题 答对一题击一分 答对一半以上 即可吃累积到的菜 反之只能享用 节目组提供的盒饭 然后有请团子和刘姿涵 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菜品 这道菜叫做手工乌米饭 这里的乌米并不是常见的 黑米紫米咸糯米 而是用乌范树的叶子 捣碎煮汤 再用汤汁浸泡糯米制成的 在浙江本地 像这样的纯天然的手工乌米饭 未受父老乡亲们的热爱 油亮清香的乌米饭 配上糯润绵软的青团 这是传承了上千年的风味 每一口下去 都是江南的意韵和神采 好 准备 电影《唐人街探案》推广曲 也是宋小宝演唱的 敢不敢跟我选吗 我这个责任我担了 敢不敢跟我选 完了 我唱过往事只能回味 往事只能回味 因为我也唱过 所以我以为他们是把我换成了宝哥呢 很遗憾 春游家族没有获得此道菜 让我们看看下一道菜是什么 高山茶炒虾 庞大的陆宇在湖州围观期间 完成了让后世将它放为茶圣的茶经 作为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湖州盛产好茶 当地人不但热爱喝茶 就连做菜也还加入茶叶调味 小果微炸后的高山绿色茶叶 散发出淡然的清香 而它的搭档呢 是来自海中的大虾 这道菜呢 将茶的香气 虾的鲜美融合在一起 仿佛置身于绿水青山的怀抱之中 杨阳会很多很多的运动 但是它唯独不会转呼啦圈 好嘞啊 六尔迷好 不是 这个是对还是错 答案当然是不会啊 你不会转 我会啊 杨阳说答案是她会转 没有没有 是这样 我会转呼啦圈 但是我在上一次 我没有转成功 杨阳你可知道 不成功就是不会 大家已经错过两次机会了 下一道菜是 这道菜叫白街高山走地基 他们白天奔走于山街 夜晚在高树上安眠 热了逮蚂蚱 渴了引路水 数千年前啊 最早驯化了鸡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 而在湖州山中的乡间 传统的走地养鸡仍在延续 最本味的鸡肉搭配最传统的料理方法 白切 传统的风味似乎从未改变 林姐跟她姐姐长得很像 但是区别就是她姐姐没有酒窝 这是机翼肯定有 你们已经错了三题了 再错一题就只能小龙盒饭了 江南芦笋会瞎人 对于芦笋这种蔬菜 今天的中国人早已私工见惯 但殊不知这些常见的食材呢 最初竟产自遥远的地中海沿岸 直到19世纪才进入中国 但芦笋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应许之地 江南 这里的自然气候适合它生长 清新爽脆的口感 成为了中餐里的重要食材 用它配上江南人挚爱的虾仁 便做出了一道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 范澄澄曾经想给自己的脖子上保险 你们答案是错的 其实是有的 我怎么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去咨询一些保险部门 咨询过 你在估价了 你在采访里说自己想给脖子上保险 这是我的包袱 这算你们答对 下一道菜式 白酌本地秋葵 白酌是来自粤菜的著名烹饪手法 简单地来说 就是在最恰当的时机 用滚开的白水将食物烫熟 盘中的秋葵 它们在湖州当地的绿色自然环境下成长 这样白酌后 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它们的营养和爽口 是一道绿色的美味 来 包苏龙的英文名叫Silence 因为他私底下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 答对 那私底下不可能不会不爱讲话 感觉Silence是给一个狗的名 Silence真是我的名 什么狗的名 你现在给你脖子上个保险 我Silence是真的 Silence是真的 Silence是真的 是不爱讲话这一趴 我私底下就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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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叫Silence 迪哥英文呢 样 迪哥你叫样吗 你叫样吗 我不叫 你叫完了人家还怎么叫样 人家现象 当场改了 但我不能用的这个样 你叫啥呢 我叫笨 真的叫笨啊 小学的时候 那个老师给我起的名就叫笨 当时老师是给你取名吗 还是说说你啊在 你这样就叫笨 现在没有英文名了 其实差不多也一样吧 就是一样 天哪 我得改个名 这道菜叫做凉拌山笋干 千万不要小看眼前的这个凉拌山笋干 在南宋的知名食谱 山家清贡中 他们还有一个别致的雅号 棒林仙 西品这彩字山中的小笋 舌尖心头尽是古异悠悠 好 最后一道题 答对即可享用绿色大餐 凌姐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表演班 对还是错 对 天呐 太不了解了 答错 凌姐是中心 他是相声班 我是喜剧表演班 对对对 你看看 迪哥也不知道 嗯 你说说这 这么好的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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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